美国Apple公司去年中荣获54项爱美奖提名后,今天再创纪录获得13项奥斯卡提名,富有文化意义的剧情片《花月杀手》写下历史,入围10个奖项,包括最佳影片,Lily Gladstone入围最佳女主角,Martin Scorsese入围最佳导演,Apple原创历史动作史诗电影《拿破仑》荣获三项提名,包括最佳服装设计,最佳制作设计,最佳视觉效果。 Apple全球影视总监Zach van Anberg表示,感谢学院提名,肯定Martin Scorsese充满力量,感动并激励全球观众的电影《花月杀手》,以及Ridalee Scott的壮丽史诗电影《拿破仑》,这两个阐述人类经历的故事,从Lily Gladstone和Robert D. Nero充满活力而有深度的演出,倒让观众沉浸在Ocean Nation世界的绝美摄影,设计,剪辑和音景, 再到荧幕上将《拿破仑》法国呈现的栩栩如生的宏伟服装,不仅和视觉效果,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些出色的创意团队中有这么多成员获得肯定,我们为你们所有人喝彩。 Apple全球影视总监Jimmy Arlick表示,今天早上看到《花月杀手》和《拿破仑》这么多才华洋溢艺人的杰出作品获得提名,意义非凡,我们非常感谢学院给予此等荣耀。 Apple热衷于将故事搬上荧幕,突破创意界限并改变世界,这两部特别的电影获得入围肯定,我们感到非常兴奋。 Apple总共获得13项提名,一年内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数的记录翻了一倍多,而且四年多前刚推出影视平台,就在今年成为提名项目最多的工作室之一。 《花月杀手》今年获得历史性的奥斯卡提名,是成绩Apple在2022年奥斯卡金像奖赢得历史性胜利,乐动新旋律是第一部由龙人演员主演的电影赢得最佳影片, 也是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串流服务电影,乐动新旋律演员Troy Kotzer是第一,为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龙人男演员, 编剧兼导演Sing Heather首度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,2023年,深受喜爱的Apple原创电影《男孩》, 严蜀《狐狸与马》,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,被广泛赞誉为杰作的《花月杀手》, 近期入围最佳影片等九项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,并获美国国家评论协会欲为年度最佳影片, 其中演员Lily Gladstone获选最佳女演员,Martin Scorsese荣获最佳导演, Radrigo Prito获得电影摄影杰出成就奖,该片也入选美国电影学会年度最佳影片名单。 该片更获得超过200项荣誉以及全球30多个影评团体的肯定, 获The New York Times和The New Yorker评为2023年最佳影片第一名, 并获纽约影评人协会评为最佳影片,Gladstone近期写下历史, 拿下第81届金球奖戏剧类电影《最佳女主角》,成为第一位原著名影后, 《花月杀手》继全球院线上映后,现已在Apple TV加上全球串流播送。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。